现在的时间已经年底了,再过不长时间就要过年了 可以说现在的新楼盘的房价都在不同程度的下跌 而且下跌的打折的力度还非常的大 即使是房价下跌 屏幕当中我们看到的北方第三大城市 塔雕还屹立在这个园区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可能新的一轮新楼盘建设又要重新开始 可能有人疑问,现在的房价已经下跌的这么严重 为什么开发商还在陆续的去建房子呢 那说到这里呢,开发商其实也是骑虎难下 我们要知道现在当年我们看到的新楼盘 那么其实它从拍地到拿地到土地的拆迁到使用 再到规划,再到建造 最终再到人房消防的统筹 审检审,再到绿化等等,到入住 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 少折三四年,多折七八年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楼盘交工 其实它最早应该就是在五年前或者是六七年前开始着手 那么现在看到的房子,其实它从拍地开始呢 应该是在六七年以前了 所以说它现在建造是不得不去建造 而且呢,现在相关部门规定 如果你拍得的土地大概是在相关年限的七年内 如果没有开发使用 那么你就会标记列为囤地 有可能会被强行收回土地 所以说现在开发商的地已经拍了房子 不得不去建 而第二个原因呢,也是用来抵债 我们要知道开发商现在房价下跌 它的利润急剧减少 甚至头可能收不回成本 那么它之前大量的房子建造的这个贷款 大部分呢,分成两种 一种是社会民间的 一种就是国外的 或者是这种大这个筹资 那不管怎么样,它是有利息的 所以如果还不上呢,需要抵押 而这个房子将来有可能就是它偿还贷款的抵押物 懂了吧 那如果你没有偿还贷款 你只用土地抵押 这个钱是不够的啊 现在我们看到北方第三大省会 可以说是房价已经跌崩了啊 崩到了一个最低一点 房价从过去的三万多 目前已经降到现在市场价格的一万出头 甚至年限稍微长一点点的房子 大概接近十年的房子 可能已经破万 我们要知道在七八年以前 也就是在 比如说像一五一六一七一八年的时候 最高房价已经是三万大几 而且还有很多人继续进场 接盘 但是呢,随着最近这三四年 由于房子的超级的数量库存 再加上消费的降低 再加上房产的调控所有的影响下 房价出现了崩跌式的炸跌 那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那但是我们要知道 作为房奴 购房者呢 他分成两种批次买的房子 在一五年以前购入的房子 那基本上是稳赚不赔 由于那个时代的房价飞速发展 基本上你就是属于踩在了时代的这个踩点 这个终点上 而现在呢 在17年以后购入的房子的这些 被称为接盘侠 可以说这些人呢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是倾家荡产的边缘 或者叫做已经是在灭亡的边缘 包括那些当年的中产阶级 拥有了买车买房的梦想 想多买一套房子 然后进行资产的翻倍增长积累 而没想到结果是噩耗传来 现在已经在破产的边缘 我们要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 不只是国内 包括整个国际的大环境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内销 因为出口输到了限制 那么内销的话呢 作为老百姓大部分的钱 在过去十到二十年 几乎已经全部砸到了楼市 但是没想到楼市给我们来了 突然一击一个回马枪 直接让大部分房奴者半身不衰 没有更多的余力的物资潜力 再去消费 所以呢大部分普通人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这一套房子 而房子现在随着大的趋势 在下跌调整当中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而更多的房奴现在的面临的巨大问题 就是房贷的偿还已经到达了上限 所以说很多人房贷顶不住了 真的大部分人当年买房子 欠下超级房贷的这些人 现在真的是热锅上的蚂蚁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三月末 这个上海 集中短时间内 清销了五千多栋房子 均价每平都是在十几万 那么很多人说 现在房价灰暖 没错 包括沿海的其他几个城市 在三月份二月份 也都在房价上涨 其实我们是允许房价上涨的 房价上涨 对我们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你每个月工资 挣三千八 现在还是三千八 你原来买不起房子 你现在还是买不起房子 你原来你的一年收入 五万 现在还是五万 你原来负债三万 现在还是三万 个别城市的房价上涨 是必然的结果 首先我们明确一个问题 房地产这个行业会不会消失 如果问你房地产这个行业会不会消失 答案是一定不会消失 只是它的规模 覆盖范围 影响力会下降 而且下降很多 代书大书个人判断 未来的房地产分为两级 一级就是这些墙 墙经济墙势 包括这种大部分的二线城市 房价上涨是一定的 那么剩下那些五百多个 普通的三四线五线城 乡镇城市房价下跌 也是一定的 你总不可能让房地产这个行业消失吧 那他既然想生存 他就必须要有利润 而他的利润点 主要集中在这些大城市 消费高 是吧 然后人多 消费能力强 然后厂多 收入多 那他不可能是跑到农村去建房吗 所以这就导致了最终房子 像其他行业一样 两级 四五线 乡镇城市 大量的房企逃离 资本撤出 房子不建了 那么 另一方面 为了房企的生存和城市化建设 他不可能消失这个房地产行业 他只能最终涌入到其他的 个别的超级城市 最终这个房价 这个城市的房价一定会涨 那我们买不起 我们就不去 我们还不起这个贷款 我就不买 是不是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你不要指着全国所有的城市全都下降 你让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房价 和你的老家的房价一样 那可能吗 对吧 你让北京人的收入每个月两千八 和你老家一样可能吗 对吧 不可能 你让杭州最终的人口 变得和这个四五线城市人口一样 一样的收入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你要允许 及个别发达的城市房价上涨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没问题吧